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醋和水一比一加在一起 在烤网上喷上一层 网传这么做 焦炭比较不容易生成 还可以避免沾黏 绕片铺在烤网上试试看 化学老师解释是因为酸性的醋和碱性的焦炭 酸碱中和 不过多烤几个后网子还是出现一点点黑色痕迹 正要产生一些黑色焦黑的物质的时候 那就马上可以酸碱中和 在视觉上你就会觉得比较不容易就焦黑掉了 延长时间稍微延长一点点 类似道理 有烧烤店会涂抹上柠檬 也是要防止肉片粘网 网络上还流传其他做法 像是抹上奶油 看起来只是增加油脂 而且烤酒油会变黑 另外也试试用生洋葱摩擦 同样效果不明显 烤网它是一定会焦 不要去先做腌制 然后跟刷烤肉酱 先烤烤熟了再沾酱料 比较能保持烤网清洁 吃烤肉不想吃尽焦炭 除了烤网多换多洗 网传妙招 参考参考 三十位熟悉上 谢谢明镜头的